明天环岛赛将进入尖南的五指山区 那将是车手们拉开成绩的关键赛段 大战之前今天的平路赛段 多数车队选择让主力车手跟随大团前行 以便节省体力 中国横翔洲际队也不例外 他们的主力车手王美银被队友包在大团当中 90后小将王波突围牵制其他队伍 这战术应用的非常成功 最终来自意大利美利达兰波职业队的博尼法奇奥 以4小时02分18秒获得赛段冠军 他也穿上了领旗黄衫 中国横翔队的王美银则保有亚洲最佳的蓝闪